很多個地方的鄉親,你們好辛苦了 還有各位在場的媒體 我想在風雨天 如果我們還容許我們的政府 讓我們的民眾在這樣的風雨天 必須要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淋著雨大聲的喊出他們的訴求 我必須要跟各位強調 這就是台灣最典型的不公義的政府的展現 馬總統在8月24號 帶了吳敦義院長、內政部部長江儀化 召開記者會 宣誓土地正義跟居住正義 我在這裡 要向我們的總統馬總統呼籲 請在今天來到現場的這一群人身上 實踐你的土地正義跟居住正義 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包括A7 包括東北角 包括桃園地鐵 所有的朋友們 在這裡的朋友們 請馬總統在他們的身上 實踐土地正義跟居住正義 好不好 好 如果馬總統不在他們的身上 實踐土地正義跟居住正義 請馬總統閉嘴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閉嘴 我們的馬總統 口口口聲聲說土地正義 說居住正義 可是他卻放任 這樣的案子 這樣的不義的案子 在台南社會發生 所以馬總統 如果這樣的案子還可以繼續 請你閉嘴 閉嘴 下嘴 第二個 我們今天來到行政院 我呼籲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先生 必須要站出來 講清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台灣的都市計畫 已經太過不爛了 也就是台灣的都市計畫 早已經功過於求了 在這樣的太不爛 功過於求的狀況底下 這個案子A7案 他的必要性跟公益性 有沒有評估過 必須要講清楚 我的評估 我所謂的評估 我們要請吳院長講清楚的是 你的評估機制 評估程序 評估的分析 以及最後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 吳院長必須要講清楚 如果吳院長不講清楚 我告訴各位 我認為這個案子根本從來沒有評估過 在今年的2月中旬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內政部發了一個函 給內政部地政司 告訴地政司 未來所有的都市計畫案 土地徵收 都必須要釐清公益性跟必要性 這個案子A7案的都市計畫 是在2月的下旬通過的 我們要請吳敦毅院長 站出來回答 這個案子有沒有評估過必要性跟公益性 第二個問題 吳院長要講清楚 這個案子A7案 預標授制度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是依據哪一個法令 第幾條講清楚 如果沒有任何法令依據 請吳院長告訴我們 你憑什麼可以預標授別人的財產 憑什麼 第三個問題 請吳院長講清楚 這個案子的預標授 到底是誰做的決策 誰做的決策 到底是誰的政治決定 而且讓這樣的政治決定 讓我們所有的文官體系 敗壞到極致 所有的文官體制 必須要來執行你的政治決定 而且要為你圓謊 而且我告訴各位 所有的文官體系 大家都很清楚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地政司 都很清楚知道 他們所講的話 都叫胡扯 預標授 哪來的預標授 人民的財產 財產權 土地所有權 還在他們的手上 你為什麼可以處分他們的財產 憑什麼 還說這叫預標授 財產還在他們的手上 未來完成程序 才會真正做財產權的移轉 這是什麼道理 最後我想跟媒體朋友講 台風天 選舉天 我們的政府 必須要讓我們的人民 來到台灣的核心 台北市行政院門口 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這是台灣社會 台灣政府 最大的指入 我也呼籲大家 呼籲台灣社會 真的 不可以讓台灣社會 繼續發生這樣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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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